男人白天是禁欲帅气的霸道总裁 夜晚就是舞池中骚礼骚气的公关头牌 多少女人为了与他共舞一曲豪至重金 而小白兔为了拿下禁欲总裁 刻意打扮的花枝招展来拜师学艺 可他却不知道眼前这个骚气的狐狸 正是那个倾慕已久的总裁顾景心 此刻眼前这个狐狸精正在炫耀他那八块腹肌 安然便随手拍下他香烟的视频炫耀 瞅瞅人家又帅又主动 可谁料男人却直接亲吻上他的手 眼看消息没有得到回复 他更是来气 直接甩出至尊黑卡 本姑娘有的是钱 今晚我要包下他 男人也没有让他失望 直接将脸贴了上来 安然被他主动搞得直迷糊差点运行 谁料男人却适可而止 随后将他拉到舞池中央让他稍作等待 音乐声响起他开始卖弄骚气的舞姿 轻快的步伐恶挪多姿让人如痴如醉 姐妹把头牌借给你有没有刺激到你的心上 谁料一秒将他拉回现实 转身躲在闺蜜怀里大哭 他一点都不在乎 那么忘记一个人的最好办法 就是开启下一段恋情 随后便将他推向念 是谁惹我的小白兔不开心 让他突然缓过时 今天是来聊男人的 随后便也学着说起土味情话 帅哥 你知道我有个缺点吗 缺点你 听见这话男人的眼珠发直 这时顾景行的电话打了进来 现在才找我为时已晚 随后两人在灯光下热 小朋友18岁生日快乐 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眼前这个人怎么这么像顾景行 不由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当暗恋多年的男神出现在自己床前 这样暧昧的状态 他再也装不下去 帅哥男人便稳了上去 顾景行 我不会再做你的乖女孩 第二天一早安然迷离扑扑地醒 昨晚是怎么回来的 可转头一看却下了一击灵 那个喜欢了好多年的禁欲总裁 正坐在一边 他看了看时间 松了松领带 我们开始吧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要如愿以偿了吗 可男人却给了他当头一把 看看你的高考成绩 他失落地点了点头 然后无得严严实实跳下床 心里想着要淡定 不能总是在他面前表现的紧张 可男人却越靠越近 让他根本没法专心查成绩 于是他便说手机查能快一点 可这该死面部解锁 直接跳转到昨晚拍下的视频 那个狐狸骚气的视频 闪现在面前 真是大血加粗的尴尬 这是昨天喝多了的时候拍的 谁料男人却一点没有在意 只是让他保护好自己 这么官方的关心 让他更是来气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心意 却总是避而不谈 想到这里 他觉得不再装了便撕下毛毯 摘下他的眼睛 拽过男人便稳上去 顾景行 我再也不会做你的乖乖女孩 可这亲也亲了男人 却说他还没有刑警 不用帮我找借口 这是我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于是他学着昨晚那只骚狐狸的操作 将手贴了上去 男人却让他要学着 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别逞强你很紧张 我这是梦想即将实现的兴奋 男人老脸一红 他这是害羞了吗 就在这时闺蜜电话打了过来 询问昨夜情况 一会功夫他的高考成绩就出来了 650分恭喜你 想好报哪所学校了吗 这个成绩要比想得好很多 当然是要去顾教授的大学了 但是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今天先放过你 随后便推门而去 想到刚刚的举动早已让他面红而视 但是昨晚明明事业一直在身边 后来怎么是顾景行送我回来的呢 如果真的是他那就好 屋里的男人还在回味刚内度 是红酒味的 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他是高考650分的乖乖女 却爱上了养他多年的金鱼霸子 还随身揣着姐妹为他准备的小帽子 谁料恰好撞见那只骚狐狸 我们才第二次见面 这么迫不及待不太好 傍晚红浪漫包房 安然特意过来致谢闺蜜 相信顾酒的将来定能拿下顾景行 因为他昨天已经鼓起勇气 对顾景行降量了 闺蜜惊呼都降量了 他要是没个反应还是不是男人 所以安然觉得只有男人最懂男人 想让叶帮着他追顾景行 姐妹说什么他都无条件支持 随后便去叫叶过来 安然觉得昨天的这个小帽子 暂时还用不上 可想到顾景行那张静域的脸 便开始做上了白日梦 阿欢一天真是能给我灌输黄色废料 正当他准备还给姐妹事业走进来 看到他手里拿着这东西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尴尬 小朋友我们才第二次见面 用着不太合适吧 安然原地实话 他倒是听我解释一下呀 这个东西是阿欢的 我要还给他 这样紧张可不像 昨天那个大胆热情的小朋友 也夺走小帽子 小朋友时候不早了我送回家吧 安然却突然一脸崇拜地看见他 请你当我的老师教我聊男人吧 听见聊别的男人 叶一整个不情愿 这时红浪漫一客人点名 要与叶共一一曲 见这位客人如此赏脸 他便破例赔酒一杯 安然见状本想不打扰 酒店生意一走了之 谁料那个女人 竟然在酒杯里下料 喝了这杯我就原谅你 就在叶接过酒杯 打算一饮而进食 安然立马上前打翻了酒杯 别喝酒里下料 被识破了伎俩的女人 上前就要撕烂他的子 叶一把将他拽了过去 这里交给我厨余 安然一把甩开男人的手 我虽然追男人不行 但是干架可从来没输过 几下就将那个女人 暗倒在地求饶 这还真是没想到 男人白天是金玉的霸道总裁 夜晚就是舞池中 骚礼骚气的公关头 多少女人为了与他 共舞豪制重金 而这个年满18周岁的乖乖女 也慕名而来拜师学 恰好撞见心怀鬼胎的 老阿姨在他的酒里下料 安然反手就将他 暗倒在地上 眼看俩人打得不可开交 夜拉开了他 让他适可而止 谁料那女人 拿起一杯红酒便泼了上 这小妮子竟坏我的好事 夜安抚让小朋友少动了 于是警告 那个女人再不走 就调取监控录像 不想人静 皆知就快哭 见安然的气还没有消 男人一把将他抱起 这个公主暴让在场的 所有人都羡慕不已 可他却试图将男人推开 请不要当着他们的面拒绝我 帮我维持下头牌的形象 可他身上有种熟悉的味道 好像那个人 回到包房那夜 贴心地为他擦拭伤口 这么细心跟顾景行 真的有些像 谁料那句 如果你是他就好了 便脱口无处 小朋友怎么还在想着别人 紧接着夜为了感谢 他今晚帮忙 便同意答应他一个条件 安然脑海里却浮现 那只骚狐狸的女孩 顾尤的脸颊羞红 男人松了松衣服 若是你也不是不可以 吓得他连忙解释 我只是想让你当我师父 教我聊奶 这可不是一两次就能成的事 需要循序渐进 但是教你可以必须有个条件 等我想好再说 可还没等他开始学习 安然的困意就上来了 下一秒便昏睡在男人的身边 睡梦中还拉着夜的手 喊出了顾景行的名字 他可真是个没有防备的小朋友 那今晚就多陪陪你吧 为了拿下抚养他多年的禁欲霸足 他特意穿的花枝招展来拜师学艺 师父告诉他 可以买点有诱惑力的衣服 然后什么都不用做 尽等猎物上头 闺蜜为了不让他吃亏 便带他来到男师那一点 要他反课为主 一张张大尺度照片大跌眼球 可是这种风格 怎么才能让他穿上 平时的布景行 都是西装革履一本正经的样 倒真想看看他穿上会是什么表情 这时闺蜜却在那边大喊起来 原来是遇到个臭流氓 对他动手动脚 阿欢上去就是个大逼兜 可那人却嚣张地斥责 他穿着性感还来男装垫条 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的吗 下一秒安然便一个飞腿踢了上去 勾引个鬼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然后马上去扶闺蜜 看看有没有受伤 可那十厘米的高跟鞋没站稳 刚要摔倒是顾景行一把拉住了他 安然搜的一下弹开 俩人明明在冷战 他怎么出现了 猥琐男却说又来了个年轻的堂爹 下一秒便被按住手疼的他一直求咬 然后拍下他的狗头 让助理查看此人的来历 因为最近安然身边出现太多不乏好意的 看来安家有人坐不住了 紧接着他牵起安然的手帮他擦干净 他知道这是顾景行的洁癖又发走 可他碰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过 阿欢直接将猥琐男踩在脚下 看着俩人腻外便喊话要将此人送到警局 可不一会门外就有人喊话 此人正是前不久在本商场波次骚扰女部客的人 没想到这次是被一个小姑娘制服了 他还是那样互端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此人呢 就在顾景行要拉着他回家时 安然跑到衣柜旁边拿起一件衣服 来都来了要不然你试一下这件衣服 男人看见衣服老脸一红 男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着他 本想让他好好学习 可他却成天想着如何将男人拿下 在回家路上安然依靠着他的肩膀睡得很香 顾景行回忆年少时陪他训练 记住打架要当后手 因为这样才算正当防卫 他一直都是自己捧在手心里的活 不由地将手轻抚他的脸颊 安然似乎感应到他的爱 下一秒便睁开了塔兹兰大眼睛 这距离好近 他的睫毛怎么这么长 殊不知闺蜜阿欢还在开车 安然 你可真行 一路上就像个挂带一样挂在你家教授身上 下车后闺蜜将一件内衣送给了安然 拿好这是你的线 记得让你家教授换上 回到家安然对着镜子比俩比衣服 想象他穿上的样子不由地流下口水 就算是恩将仇报 但也是真想看 这时顾景行推门而入 安然 你有自己的浴室怎么跑我这里来了 他连忙将衣服藏在了身后 你这里离得比较近 我只是想尽快洗掉人渣的气味 顾景行发现他的小心思上前拽出他手中的衣服 瞬间让两人尴尬不已 送你 下一秒安然夺回衣服 不穿就算了 但是自己早有准 趁着他去洗漱时 偷偷将他的换洗衣服换 男人走出浴室 以为是自己冒冒失事将衣服拿走 此时的安然正在和闺蜜闲聊 期待他穿上走出来的笑容 谁料他竟然穿着浴巾走不出来 于是他放下话 你要是不穿就送给慕欢家头排夜 顾景行停下脚步 送给谁 男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着他 本想让他有个好前程 可他却打扮得花枝招展半夜去红浪漫拜师学艺 为的就是如何拿下这个男人 师傅教他的第一招就是穿着性感 而闺蜜怕他吃亏 让他为顾景行准备那衣服 当顾景行从浴室披着浴巾走出并没有 他便放下狠话 你不穿我晚上带给夜穿 孩子大了真是不好管 紧接着他说夜都教他这样那样 于是他便开始对顾景行吓了声 安然你越现了 你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 眼看在他这里得不到一丝温暖 他打扮得像小太妹一样准备乘坐电梯离开 眼泪在眼角里打转 一直都是自己自作多情 下一秒顾景行穿好衣服追了上来 你出去办事顺便送你 安然并不想理会他的好 我随便走走就不劳烦你了 电梯内顿时鸦雀无声 下一秒却突然断电 黑暗中他投进男人的怀抱 别怕有我 男人安抚着他 想到过往他的保护 其实他还是在意我的吧 这时电梯被打开两人安全的走 顾景行脱下外套准备查看电梯 看他这身段这翘腿 虽然捂得严严实实 为什么还会那么色气 他发现电梯的线路被人故意切断 察觉到危险的顾景行便 交代他今天最好不要出门 可叛逆的他却偏要出门走 那只好叫助理陪同护送他的安全 于是他故意大声说 小王送我去贪荒 你还独自来到红浪漫 找闺蜜调查陷害他的幕后黑手 好巧不巧撞见闺蜜身边的小白脸又换了人 撞见这一幕安然尴尬不已 打扰二位了 谁料闺蜜快火归快火 该办的事也没有当容 这里是调查到的心动向全在U盘 安然拿过U盘刚要走时 一男人突然捂住了他的子 原来是他的师傅业 紧接着业老师说 特意为他布置了一间教室 可是看到电梯的安然内心有些恐惧 要不我们走楼梯吧 开始业以为他是想锻炼身体 可看见他两腿发软 担心他是脚受了伤 于是便提出这次背他 锻炼的机会留给自己 安然被业老师的举动暖到 然后温声地在耳边说了句谢谢 男人微微闪躲 你这样在我耳边说话会呀 紧接着安然询问老师 是不是猜到了自己害怕电梯 叶安抚他电梯故障 都是小概率叫他放心 可今天和顾景行在一起时就遇到 当时的心脏都快要爆炸 下一秒楼梯的灯闪烁 安然团缩在他的肩膀上 原来是楼梯间的灯不灵灵 于是便询问他 是不是也有那种心脏要爆炸的感觉 并解释这就叫吊桥笑语 因为人们处在危机情况下 会紧张的脸红心 会被误以为是爱情 这个观点被安然否决 因为喜欢顾景行事从小就有事 并不仅是现在 可自己那么笨拙嘴又不甜 现在连坐个电梯都害怕 叶安为他之前勇敢的模样 一直让人记忆深刻 跟老师聊过后 他紧绷的心情终于放松下来 这时叶将他放下 就是这里了 可这昏暗的灯光怎么看都不像的教室 叶戳了一下他的脑门 想哪里去了 只是楼下比较吵怕 有上次那种客人来打扰 没想到小朋友居然担心我会亲过他 这时老师将灯光开启 坐过来吧开始教学 为了追求收养他的禁欲总裁 他特意穿的花枝招展 来到红浪漫拜师学艺 老师教他可以先试着身体接触 然后一点点靠近 这天他借着还衣服的名义 顺便过来实践下老师的记性 可是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答 真想先进他房间埋伏一波 但是偷偷进去又不太好 于是他灵机一动 想出来个好主意 他大方地发消息给布警醒 说是将衣服放回他的房间 下一秒便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无意间看到桌子上的文件 原来昨天电梯故障不是意外 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他看到办公桌上的抽屉很是好奇 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打 到底是什么东西要锁起 这时房间门突然响起 糟糕是他回来了 慌乱中他将资料放回原位 想着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只见顾景醒回家卸下眼镜擦了擦 猫在衣柜里的安然吓得心砰砰跳 可他的小尾巴都夹在了衣柜的外面 倒想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花样 而在衣柜内的他感觉周围全是不景形的味道 整个人沉浸其中 下一秒男人解开了领带准备洗漱 安然猫在衣柜发出无声的尖叫 这宽阔的臂膀真是要你死 可是他怎么不积血了 谁掉手竟然抓住旁边的衣物 这软绵绵的是什么 仔细一看 天啊 是内裤 他不会要换吧 他只是还件衣服就还进了人家的衣柜 还不小心抓到衣柜里的内裤 尴尬的他直接从衣柜里窒息 于是他趴在门缝中看人走了财胆推开门 吓一秒男人竟直接出现在眼睛 解释一下 吓得他直接从衣柜里掉了走 扑进了男人的怀里 我就是来你房间还衣服 顾景形一把推开了他 那需要把自己也装进衣柜吗 这时他突然想到叶老师交他的房子 这样近的距离要不要实践一下 紧接着他便大胆地将手伸了出去 谁料男人竟直接将他壁咚在地上 给我 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叶老师还没交到这一步啊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下一秒男人将领带从他的身后抽出 原来是领带不小心卷到了他的裙子上 安然还在做着白日梦 难不成光天化日下他心 想着想着不由地羞红了脸颊 顾景形立马叫住了他 想做什么坏事情 回过神来的安然擦去口水灰溜溜地跑 看着他可爱的模样 顾景形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摇 有贼心没贼胆的小鬼 然后他将内上了锁的抽屉打开 里面装着的是一颗圣诞星球 那是安然小时候送给他的领 当年那小女孩的模样依稀浮现在眼睛 谢谢你 随后他便拿起笔写下一段文字 拒绝距离太近 突破洛西极限 最终独鼠的生态被撕碎 毫无意外地撞入你的星球 为了查清当年父亲的死因 他收到神秘人的短信就决定去赴约 谁料却在途中遭遇车火 从顾景形的卧室跑出来后 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停止 但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还是要仅尊叶老师的教导循序见景 只是没想到上次电梯故障竟然和遗产有关 不知道幕后想害我的人和爸爸的死有没有关系 这时他收到神秘人的短信 你不好奇顾景形为什么要瞒着你电梯故障的真相吗 他真的像你以为的那么好吗 安然不解这个人到底要做什么 谁料神秘人却说会将顾景形一直瞒着的事情都告诉他 包括他父亲被谋害的证据 于是便发送见面地址 提到父亲 安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查到真相的先 可见面位置在偏远的郊区真的要置身前去吗 随后他便叫上闺蜜阿欢与叶老师 闺蜜分析此处都是烂尾楼荒芜人烟 而且平时只有大货车会经过 放在电视剧那就是黑帮火拼的固定点 安然却信心十足地称自己已经全副我装 他不但喊上最信任的朋友还请了一群退伍的宝贝 就连逃跑的工具都准备好 只要有风吹草动 电动汉冰鞋就会启动逃跑模式 没想到你这个小朋友还想个挺周旧 阿欢质疑这个神秘人若是真想帮你 用得着这么费劲把你约得这么偏远吗 安然知道前去的威胁 但是在父亲死亡真相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曾经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小时候无论多忙都会亲力亲为的照顾 直到那个女人出现 他费劲心机想嫁到安家 有一天他故意端着一杯热茶让我送到爸爸房间 谁料那竟是一杯滚烫的茶 刚拿起就被烫伤 父亲听见后连忙跑了近 只顾着我的安威而没有在意那个女人的感受 然后他便挽着父亲的手 提议让自己的侄女搬进来做这些粗 安然这次没有给她好脸色 用最强硬的态度拒绝了她的野心 阿姨 我家不缺家政 没过多久父亲就出了车祸 父亲不是一个冲动 那天一定发生了什么 阿欢抓紧了安然的事 我们一定会帮你查到真相 但是出了这么重要的限度 你为什么不叫上不警醒呢 你们吵架了 下一秒一辆卡车禁止驶步 来不及闪躲的他们直接被撞翻在马路中央 为了查询当年父亲车祸的死因 他收到神秘人的短信决定去赴约 谁料本应该他乘坐的那辆车途中却遭遇车祸 还好他在出发前提前部署 将好有业的衣服借给了司机成叔穿 然后他们几个乘坐后面的车 结果正如他所料 成叔的车被撞翻 医生极力抢救 患者叫什么名字 安然看着成叔眼眶湿润 因为他是父亲生前最信任的司机 拜托你们一定要救活他 无论多少钱都可以 放心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位患者 安然看着救护车将成叔拉走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阿欢惊吓至于庆幸几人在最后一刻临时换车 原来安然察觉到那个手机号码是骗子常用的虚拟号码 但又不想错误父亲的消息 所以才拉上三五好友前去查看 阿欢一把搂住安然 幸好你聪明 让司机营造出你就在那辆车上的假象 不然被撞成贬世子的就是我们 安然还在自责中 他拜托阿欢请最好的医生照看成叔 放心 你家司机有什么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时也抓了抓他的小脑袋 别不开心了 警察很快就能通过司机口供抓人了 说不定能顺着查出你父亲死亡的真相 对不起 我不该把你们牵扯进来 我真是个冲动的人 说着他便有些自责地跑来 叶一把拉住他的手 小家伙你说什么呢 是你把一切安排的滴水不漏 将危险降到最低保护了我和阿欢 你才不是冲动的人 然后点了点他的鼻子 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下一秒安然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可是我还是让成叔出事了 当初爸爸就是死于车祸 如果成叔也这样我该怎么办 看着他哭得越来越伤心 叶一把将他拽上车 然后猛地踩下油门 叶你做什么 惊吓中他紧闭双眼不停地大喊 这时叶老师告诉他 善良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 但会让他错过找到父亲死亡真相 所以他必须做好迎接恐惧的准备来挑战敌人 学不会长大将永远被敌人玩梦 他冷静片刻看向窗外 开了这么久怎么还在这里 其实他只是原地轰了几脚油门 然后开玩笑倒是障眼法了 男人为了在他心中树立家长的形象 整天一副禁欲霸总的样子 而为了与他亲近就化身 骚礼骚气的公关头牌 叶将他送回家 安然还像丢了魂一样 谢谢你送我回来 然后转身就要上楼 叶却叫住了他 然后一个壁咚将他堵到了墙角 今天哥哥陪你陪得很累 就一个谢字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 安然见他距离这么紧 生怕被楼上的布景形看见 若是被他抓包不得心事问罪 甩开他就是为了和别的男人约会 想到这里他更担心被顾老师惩罚 然后一把江叶推开 我们还是别离太近了 小心被顾景形误会 下一秒叶将他脑袋上树叶拿掉 小朋友你误会了 只是拿掉树叶而已 他脸上写满了大写的尴尬 然后又对他今天的帮助表示感谢 你就那么在意顾景形吗 就这么喜欢他 若是比他优秀的人也不行吗 那个人只能是顾景形 他就是最优秀的人 即便叶长得和顾景形再相也不行 他时刻让自己保持清醒 就算叶距离再近 再聊人也不行 只能喜欢顾景形 叶不禁倾笑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安然有些愧疚 然后挥手向叶老师道 改天请你吃饭 随后叶将那片叶子在手中抹萨 不由地急着顾景形 安然想偷偷溜回家中 下一秒顾景形就出现在身后 鬼鬼祟祟去哪了 他将话题岔改 是要出去吗 没想到他会在客厅 那么刚楼下发生的事情 他不会全看到了 男人一副高冷的样子拍了拍沙发 过来坐 安然面对喜欢的人还是有些拘谨 可空气中都是那淡淡的香水味 这个味道和叶的好香 这时又做错了什么是心虚 安然是不会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他的 立刻说没有 可他眼神闪躲额角冒汗 定有猫腻 叔叔有没有教过你 说谎可不是好孩子 我也理解你长大之后有自己的秘密 但是也不希望我们之间有欺瞒 可安然心中最大的秘密就是喜欢他 被他知道又怎样 按照叶老师的方法 总有一天会聊到铁树开花 这是男人将安家送来的邀请韩弟子 升学宴定在了后天 那个女人一定是故意的 明知道后天是妈妈的忌日 当倾慕已久的爸总对他张开双臂 他像脱缰的野马直接飞奔上去 然后就想用穴道的十八般武艺拿下他 谁料男人却一把抓住他的手 我们得商量一下关于欺骗我的代价是什么了 安然收到自己的升学宴情节 那个女人竟然定在妈妈的忌日上筹办 回忆而始与父母一起去游乐园的欢乐时光 不禁让他神情落幕 若是自己能再强大一点 也不用受这种羞辱 顾景行见他心情低落便起身走开 但猜想是自己哪里说的不对惹到他了吗 不一会儿顾景行拿着一盒心情糖回来 这是他难过的时候最爱吃的糖 年少时他亲手送给顾景行 吃完他之后心情就会变好 结果糖果他愣了神 顾景行这是在安慰我吗 本以为自己软弱的一面被他知道会臭骂 可没想到他一个不吃糖的人居然会为我准备一罐糖 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于是他便蹬鼻子上眼 好一点但没有完全好 你能坐过来吗 紧接着便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 你可以抱一抱安慰一下我吗 下一秒男人对他张开了双臂 你确定 管他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 先抱上去再说 他双脚离地往上一跳便坐在了霸总的大嘴上 此时此刻正是拿下他的最好时机 他先是摸摸嗦嗦地摘下霸总的眼睛 下一秒就被拽住了双手 你好像玩得挺开心啊 安然你知道骗我的代价是什么吗 糟糕此刻他已经动弹不得 跑是跑不掉了 我们是不是该商量一下关于惩罚的事 恶毒继母为了得到安氏集团不断打击他 竟然在他母亲的忌日上为他举办升学宴 本以为这样会让他哭哭啼啼一整天 谁料他竟在升学宴上首次敬 刚收到请柬时候安然确实抑制不住内心的奋怒 决定以主角不道场 让他在名流商界面前丢脸 但是经过顾锦行的分析 这样只会让大家觉得你是在故意和大人赌气 可如今他已成年心想怎会不把自己的抗议放在眼里 顾锦行夺回眼镜 若想要别人把你放在眼里就要用大人的手段 这分析思路怎么似曾相识 没错叶老师也是这样教他的 想要保住你父亲的企业自然要学着成长 安然听后决定强硬起来 用大人的手段去解决升学宴的事 宴会当天 继母盛装出席接受着外界的夸赞 你们家安然真是越发出席了呀 很快就能帮你分担公司的事了 随后安然在顾总的护送下走进会场 安市高管上前送上祝福 看来你很快就能接受企业了 安然礼貌回应 我已经18岁了 现在就已经可以是安总了 以我现在的学识还需要向各位请教 这时继母像个大家长一样站在舞台上开始发言 安然去大学深造是安总生前的愿望 看到女儿学业有成想必她在天之灵也会幸运 也希望安然能够在学业上全力以赴 目前还是由我来带领 身为长辈为子女辛苦一点没什么 真是可笑 果然她在大家面前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 安然挤出微笑全程佩服 心想自己可真是出了名的目无尊重 恶毒继母为了得到安市集团不断打击她 竟然在她母亲的忌日上为她举办升学宴 本以为这样会让她哭哭啼啼一整天 谁料她竟在升学宴上手撕继母 升学宴上等到嘉宾都到场 继母便上台宣布 安市集团由她代理 台下人议论纷纷 安总去世突然当时并没有立下一组 这公司有可能被郑力抢走了 紧接着她又拉拢安总生意的合作 我在职时期安市集团的股票涨了十点 明里暗里的希望大家能站对她这边 安然早已看出她的野心 这时被用话筒的滋骂声响起 安然打断了她的发言 不好意思郑阿姨 听到了一些不实的消息 所以打断了您的发言 她首先感谢继母 一直以来对集团的贡献 这黄毛丫头突然上台 让继母出乎意料 示意后台工作人员 将她的麦克风关掉 然后以母亲的名义称 吃点辛苦没什么 虽然不知道她上台的目的 但是她若是不听话 必然会被扣上不孝的罪名 谁料安然立马回怼 是啊 我母亲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可惜她的生命 永远停留在这一天了 此话一出台 吓人纷纷议论 这是在诅咒郑总吗 没想到安小姐 是这样心肠狠毒之人 黄毛丫头果然经不起刺激 这可把继母笑开了花 安然你说什么呢 下一秒安然煽动 那不灵不灵的大眼睛之吻 难道您忘了 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吗 安氏的老员工突然想起 确实安总的前妻 是在十二年的今天病逝 眼看台下的讨伐声越来越高 继母的脸突然阴暗了下来 本想借此打击她一下 没想到反被她抓住了把柄 紧接着安然宣布自己已经成年 按照规定安然才是安氏集团最大的控股人 可继母却说安总生前担心 以安然的性格还不能管理公司事务 况且她还在上学担心她的精力不够用 安然早就有了对策 下一秒便搬出了顾景行 以我的能力加上顾总辅助我熟悉集团业务 这样是不是一举两的 股东们听到是难得一遇的经商天才辅导安然 那必然会比郑总厉害 得到大家的认可后 安然便要求继母以后每隔一周 就要向他汇报集团业务 继母只好在后面卑微负荷 没问题 顾景行举起酒杯 没想到你现在都知道怎么利用我 安然不知道顾教授是生气还是夸赞 俩人亲力的互动 让不远处的继母看在眼里 信安的小见人靠着顾景行翅膀硬 我要让你知道亮出底牌的下场 就是被我毁掉底牌 为了拿下抚养她多年的禁欲霸总 她特意到红浪漫找公关头牌败事学艺 让她没想到的是霸总和头牌 竟同时出现在她的升学宴 堂堂安氏集团的继承人竟然想白票 曾学宴当天安然手撕了继母 拿下安氏的控制裙 而能打赢这场仗 只因她身后有霸总不解析 安然激动地扑了上去 下次我还用你的名筒 这一不小心红酒打湿了霸总的手表 没想到她脱的手表都这么诱人 但是她口袋里的手帕刚被用掉了怎么办 霸总俯身询问 你想怎么办 下一秒安然便将叶老师教会她的方法开始实践 她先是拿起霸总的手指 然后将她手指上的红酒都舔掉 顿时让霸总觉得人生第一次被挑衅 那手指上的红酒混合着她身上淡淡香水 安然不禁羞红了脸颊 两人的举动在场嘉宾都看在眼里 还是第一次见顾总有这样的表情呢 安然觉得与她的距离又一次拉近而开心 这时霸总突然将她拽到身边 安然你是故意的吧 如果说我只是单纯想帮你擦干红酒 你信吗 霸总的表情突然严肃 你觉得我信吗 紧接着便对她发出警报 虽然我很少干涉你交友 但是我不允许别人把什么都叫给你 她向霸总解释 我认识的朋友都和我一样单纯 下一秒就啪啪打了脸 一个自称在红浪漫被她包养的男人便叫住了她 她的打扮竟然跟叶老师一模一样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像她伸出了魔爪 你果然在这里 快给我钱 顾景行连忙将安然付主 给什么钱 我认识你吗 谁料她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起了火 想外账就直说 都在红浪漫里包了我一个月 居然还装不认识我 这男人长得跟小丑似的不至于吧 安氏集团千金的升学宴上 一鸣穿着诡异向人腰的男子上门讨战 一头咬定安氏千金在红浪漫包养她 而这一切都是继母为了得到安氏集团而安排 安然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便吃着她的鼻子吗 我脑子没泡怎么可能拿钱养只癞蛤蟆 少来碰瓷 谁料她竟然放出大招 将她在红浪漫雨夜牵手的照片拿出 这是你来包养我十倍人拍下的证据 照片一出有评有据惊呆在场众人 而此时的安然来不及反驳 满脑袋都在担心顾景行看到叶老师会不会吃醋 谁料她却冷冷地回忆 你现在都喜欢这种类型的男人了 果然她那眼神还和我夜不归宿那天一样很官方 原来自己努力了这么久还是没有被她喜欢 这时那金发男子继续指着安然吗 堂堂安氏集团继承人居然一点信用不讲 还想白嫖 这种人品差还难事后的人谁还跟你做生意 好戏看到这里继母才走上去劝说 这位先生别生气 安总去世的早 我又忙于公务疏忽了安然 恰好上个月的零花钱发迟了 才害得安然连这点小钱都付不上 金发男子则是对继母一顿拍摹 两人一唱一和 此时继母觉得安然名誉信用禁果 今后这安氏集团的位置算是坐稳了 然后继续扮演大家长的角色 要将安然欠下的钱都还上 这样安然白嫖男人的传闻就彻底失垂 谁料安然突然回过神 这钱不用给 跳梁小丑当场发飙 难道你还想白嫖 安然眼神中带着愤怒 因为你根本就是个冒牌伙 然后拿起那张照片 这个男人身上穿的是3K高顶 鞋式勒 连耳钉都是限量管 而你的地摊的嘴 胡田丽 还有那瓶西西九块九包邮的耳钉 哪有一点照片里男人的样子 整个人就是一冒牌伙 继母见状连忙与这小丑撇清关系 原来他是偷拍安然去红浪漫 找头牌的照片来骗起 眼看计划有变继母便对那小丑识眼色 小丑连忙认错 确实是看安小姐有钱玩的花 才故意装成这个头牌来骗钱 这下小见人的顾景行 知道他去找头牌应该不会再有他了 接下来就是将这照片发布到网上 让水军喷他退学 下一秒安然笑出了声 我去找红浪漫的老板 我的朋友怎么就玩得花了 而且这张照片上明明就是三个人 明明就是有心人恶意截图造成的 不信的话 店里有监控 我们可以放出来重新购一下 安氏集团千金的升学宴上 一名穿着诡异的男子上门讨战 一口咬定安氏千金在红浪漫包养他 然后还拿出俩人暧昧的照片 可安然指出照片上明明是三个人 是被有心人恶意裁剪的 即便证明照片里有三个人 继母却说也不能证明他没有包养男人 然后打着关心他的旗号称是不想他做的 安然对他的说法一点都不认同 既然证明了此人是碰瓷 并且照片恶意裁剪 就足以证明我的无辜了 难不成以后我和谁同况都要向外界解释了 在场嘉宾纷纷觉得言之有理 但说来也奇怪郑总为什么这么着急给安小姐冰罪 此时的继母彻底慌了 没想到这小贱人这么伶牙俐齿 然后不得对在场嘉宾表示歉语 称只是太着急 毕竟女孩子的名声最重要 这时安然却没打算此事完结 耽误之急先将这家伙送到警局去吧 诽谤罪应该够你老十几年了 此时的顾总已经开始联系了 吓得那跳梁小丑连忙跪地求饶 这时安然趁机抓住他的事 若是不想报警就老实交代 这么处心积虑造谣有何目的 还有那照片是谁拍的 然后逼他说出幕后指使 他瑟瑟发抖不经意地看向身后的证明 继母吓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这个蠢货看我干什么 怪不得阿姨突然这么关心我的私生 眼看事情带路 继母只好找个替罪羊 下一秒便上去杀了小丑一个大逼斗 当着这么多人离间我和安然的关系 你居心何在 恶毒继母为了得到安氏集团 竟然在他母亲的忌日为他办升学业 本以为会让他哭哭啼啼一整天 谁料他绝地反击在升学宴上手撕季母 他的野心已经瞒不过在场的嘉宾了 一名长发飘飘的小姐姐突然站出来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这抱着牌坊装真结 盼着自己女儿声名狼藉 想要安然手里的股份干嘛拐弯抹脚 此时安然被一语点起 最近发生的所有意外都是在成年之后发生 之前的车祸还有这次泼脏水 若这一切都是季母策划的 那么当初父亲的车祸会不会也和他有关呢 于是他突然想起阿欢之前交给他的优盘 刚要去查看就差点摔的 顾景行一把拉住了他 站稳别摔了 发生这么多事还好有他一直在身边 继母却在一边说起了风凉话 既然这么关心安然怎么能放心他去夜店呢 顾景行将他护在身后 安然是个怎样的女孩我比谁都清楚 不需要别人来质疑我的管教 继母连忙解释并没有质疑 我不在乎有没有质疑 只是希望没有下次 既然有顾总照顾安然我就放心了 就是不知道安然愿不愿意让你照顾一辈子 随后安然对刚长发小姐姐帮忙说话表示感谢 下一秒他却向个小迷妹索要微信 不就是加个微信吗 难道他设口 这时迎发男孩向他飞奔而来 将他紧紧的拥抱在怀中 我好想你啊 得知安然半生学宴 他特意乘坐私人飞机赶来 恭喜你如愿考上一大金融系 志愿报的是金融系 顾景行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怪这个菲利克斯大总啊 本想给顾教授一个惊喜的 男人白天是雷厉风行的禁御霸祖 为了与他抚养多年的女孩突破界限 晚上他就换装成骚礼骚气的公关头牌 本以为这样就能保持住 霸总在他心中的形象 谁料女孩的青梅竹马突然回骨 这下怕是藏不住那阴暗的欲望 此时菲利克斯牵起安然的手 亲爱的然然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争取 被大金融系交换生才选择这个专业了 当着霸总面安然被牵起的时候 有些僵硬 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你 顾景行老脸顿时拉了下来 却还努力挤出笑容 原来是为了他报考的一大 男孩上前叫上一声说说 叔叔你很在意吗 还是说你对安然有别的想法 此时安然激动不已 他终于对我有想法了 顾景行被他一语戳中了心思 下一秒便失口否认转身离开 因为再不走 那心中的阴暗欲望就要藏不住了 安然见霸总离开连忙追了上去 菲利克斯对不起 我们晚点再聊 男孩看着俩人的神情已经猜想了 这个男人就是我不在这些年出现的情敌 那么接下来我要一点点戳破 你在安然心中的律解 安然追到门口却不见他的身影 下一秒霸总从身后抓住了他 你跟过来做什么 安然说出报考A大的事不是有意要隐瞒 顾景行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那你为什么报考了他 因为我想承担起公司的责任 但也不只是想追随你的部分 谁料他竟然发出灵魂拷问 那跟你的菲利克斯比起来 你喜欢夜吗 安然没想到他知道 本以为他都不在意夜的存在 紧接着安然点起脚尖 我喜欢谁和顾教授有关系吗 反正这些人又不是你 还是说你喜欢我 他白天是雷厉风行的金鱼霸总 为了在心爱的女孩面前保持霸总的形象 就换装成骚里骚气的公关头牌 与女孩成为朋友 就在安然觉得顾景行也是喜欢踏实 顾景行却说我们不合适 喜欢你的人有很多 有夜 有菲利克斯 然后将安然的手推开 安然不愿接受这事事哭着跑 做选择的人是我 凭什么你要帮我选择 下一秒裙子的丝带系在花草上 顾景行上前帮他系上 他却耍着小脾气 不用你帮我 紧接着安然询问他是不是有意隐瞒父亲的死因 顾景行突然攥紧了拳头 为什么这么问 安然的情绪有些激动 本以为那些意外都是为了阻止他继承医疹 可当顾景行站在他这边时 大家却又都支持他继承公司 那么既然你不能爱我又不是为了财产 唯一隐瞒我的就是父亲死亡的真相 顾景行很肯定地回答他 安叔叔确实死于意外 为了隐藏喜欢的事实 下一秒便转移了话题 恭喜你顺利考入为大 相信安叔叔知道这个消息也会为你骄傲 说到这他觉得俩人已经不能停留在过去 安然必须有一个新开始 在那天之后 顾景行就已出差各种理由拒绝见他 就连开学报道都没有来送他 这天闺蜜阿欢发来消息住口 一会儿我们为大校门口会合 而此时的顾景行已经打扮成夜的样子 因为他是不会错过你每个重要日子的 阿欢将与安然在校门口集合的消息发给了顾景行 一切安排妥当就等偶遇吧 老板冲压 他迈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校园 一定会让安然喜欢上火